大家好,我是追尼,今天带来一期拳晃雷尔风云再起来一期版的比赛结束,这场比赛是萧生拳大战小手 双方来一场抢三,开场大猪好像反应有点迟钝被安杰尔就掏了一套 现在安杰尔开启到BC连 然后版面接超杀,小小还没有注意啊,就省失了半个二血 看小小起身之后如何做防护 其实大猪的防护还是可以的,因为这大锤你看攻击距离很远 对手跳的话一个钻石就把他封下来了 现在安杰尔再次掏下反,哎,下反掏到了 现在安杰尔要开BC,解宝器,板边接超杀 小小血量也不是很多了 现在激进残血状态,残血以后大猪看能不能再搞他一下子 哎,大猪的猪跳在地 安杰尔,安杰尔继续推,闪现,下反攻击 大猪,咕噜,铁球,BC,哎,安杰尔又一个闪现 双方开启一个抢招模式,但是时间没有了,他中了安杰尔一个对空隐藏 这个隐藏大招必须对空才可以实现 对,这一招全民走击 现在看第二个回合 这大猪活捉还要被秀给隐藏 现在看小小的猴子 哎,猴子先立回 找安杰尔的破坠找到了 轻攻击开BC,然后接超杀,再入 安杰尔没有血了 现在看肖成全下一个角色 肖成全第二个角色能稳住这个猴子吗 肖成全的克拉克也出手了 哎,猴子咯唧咯唧撞过去克拉克开BC 冲,冲 哎呀,BC连冲,板边循环 中间取消 要,哦,空中再投一下 其实他可以开双BC的,没有看 现在克拉克又是非常激进的状态 但是猴子也不是吃素的 猴子一滴血了 哦,一滴血还是被抓了呢 不要紧,小小还有下一个角色 这个克拉克可以看出 在BC的加持下反应很快 招式就显得很快 各种取消可以 第四个回合看小小的克里斯 哎,克拉克又怼到了 怼到以后BC强开 克里斯清交点BC 开BC 开滑铲 然后升上去超杀 萧生拳起身之后 他会不会再用一锦藏大招的制裁 小小的 那萧生拳对比较喜欢秀 萧生拳又在找机会 逃一下子 后面跑过去 哎,克里斯 下反两点给我开BC了 又一个BC 只能看萧生拳最后一个角色了 小小的技术也是突飞猛技 现在比较强大 可以和萧生拳误开了 现在看萧生拳的卢卡尔 没想到这局出了个卢卡尔啊 但是还是被克里斯给点到了一个BC 卢卡尔也是没有用的 因为被削弱太多了在此版本中 不像在原版中可以实现一套死 现在卢卡尔 先防个下盘 剪刀角BC 哇,萧生拳要赢了 剪刀角 诶,失误 中间没有接好 中间他想再来一套 循环一套 没想到啊 没接好 好,下面进入到第二场 第二场萧生拳能不能成功翻盘 来看这次 微卜雷蒙还有龙二 这个阵容还是挺不错的 现在看萧生拳用雷蒙手发 对抗小小的大猪 大猪跳,跳,连续的跳出地 诶,雷蒙连续两个闪神 亲手两点 他也开了 直接开BC 挂入挡 闪神接招 哇 这招形成了个无限了 不开BC也打了这么多套 现在接入超必杀 小小没有了 经典的一套死啊 太狠了 这个连法 好的,现在来看小小下一个角色 我们来看小小的猴子 小猴子 诶,猴子直接咯击咯击开启 开启一个连技了 又一个咯击咯击 还是八连撞 挠一下再撞 哇,又一发四连撞 现在继续撞 那直接撞没就得了 现在继续撞 哎呀 四四十六连撞 接入大招 比萧生拳还要狠 看来小小也使出终极杀技了 也对这个猴子加强了练习 再来看萧生拳的龙二 猴子还会不会像上一次那样 直接给他来一个连撞撞没他 哎,猴子跳了一下 冲一下 飞翔脚 压起身 轻拳点 就如这样 哎呦,点到了 啊 操比萨 一把操杀之后龙二起身 猴子继续打压之 哎,龙二还是冲过来了 冲过来之后龙二防住 猴子继续前前打压之 开BC 接入操杀了 啊 这是凤凤脚啊 金家帆的凤凤脚 龙二根本就是招架不住这猴子速度 速度太快了 现在看萧生的威普姐姐 哎,猴子直接起飞 然后跳起来 飞翔脚 威普又是连跳啊 跳到了逆向 BC 皮鞭调教 好像中间有点串招 这样接根本接不上啊 威普还是用皮鞭打逆向 但是这么好的机会很难得 猴子挠上一爪就开超杀 威普危险了 哎,威普 开BC 调皮鞭 猴子一滴血 再甩他一鞭子应该可以带走 这一局应该问题不大 对,踢一脚 直接带走了 现在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小小的克里斯 双方都是最后一个角色 但是威普血量不多了 看克里斯轻角点个BC 直接带走了 很快速 2比0了已经 好,下面进入到第三局 第三局的话 来看他们有随机 有选人 这一次是 都是这样子选 这样的话 观赏性比较高 这一局萧生拳 用龙二手发 对抗小小的猴子 龙二利用拳脚的这个优势 中断起手 刀子铁杀开过去 看来萧生拳也准备好一套死了 这个血量应该死不了 虽然说龙二的伤害 哇 拿下了 龙二的伤害这么高的吗 这个伤害需要削弱 一个超杀就打这么多血 不磕血 现在看第二个回合 看小小的 红丸 哎,龙二又是非常皮的 点了一个超杀 哇 看上面的掉血 龙二真该削弱了 感觉是仅次于库拉的这个伤害了 现在红丸跳 哎,红丸清腿 一段 来看两段 哇 三段 三段了,第三段没有出呀 现在龙二反而又在掏 红丸雷光拳 看你哪里跑 哦 刚CD了 换一手 哎,龙二没血了 没有了龙二以后 看萧生拳下一个角色 看萧生拳的金家帆 金管掌 哎,红丸又是快速直跳 但是对手突然旋风腿 哇 旋风腿把气球取消 最后接入一个挺凤凰角 拿下 小小是不是要位置颤抖了 现在看小小的最后一个克里斯 这一局克里斯非常强势的打了个逆向 但是中间断招 多踢了清脚了 金家帆跳入 好机会 一脚踢飞旋风腿 发球取消旋风腿 发球再取消 中间做一个循环 跳A 压住 进攻 发动最后的猛攻 是金家帆 这一局萧生拳是准备翻盘了 不可能让他3比0剃头 变身 大蛇克里斯 变身之后 他克里斯要出什么招 金家帆一脚踢爆气 萧生拳截斗有点断了 确实断了 哎,克里斯把他压到角落 接打击头 升龙取消 打击头 好的 升到空中再打击 看小小 用大蛇踢收尾 还是用变大蛇收尾 现在时间不多了 萧成拳这个金家帆 目测已被变身大蛇了 收尾 很秀 双方都是为了秀而打 突然发现 现在看萧成拳下一个红丸 也是最后一个红丸了 克里斯胜血不多 三分之一 红丸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此版本抓到机会就是一套死 才非常了解 所以说 还是不能大意 萧成拳 大意就不好使了 现在红丸跳入 压住 哎,中脚踢 转落踢 空头 漂亮 压住起身之后 继续跳C地 压一手 好,骗子过来一手 萧成拳终于拿到了第一分 好,这一局萧成拳 和小小来看都选到谁啊呢 小小是选人 出战 萧成拳这一局有猴子 虾米还有龙二 又有这个龙二 龙二是选出来的应该 哎 对面的李梅没赢过 龙二会不用中断骑手 咱们猜一猜 这个中断还是不能随便用的 因为破绽很大 随便用的话 现在龙二就把这个李梅给踢到脚了 哎呀 疯狂熔虑 没血了 龙二的疯狂劲依然不减 好的,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小小的猴子现身 猴子跳入飞翔角 看能不能再来个连撞 躲过龙二的追击 现在龙二把他压到角落 强压 哎,猴子清拳清拳 点必杀 666 必杀完善之后 肖春拳也损失半血 猴子继续跳入 哎 套下盘 龙二中断 起手BC 开 压住起前 中断起手 来了 哇 一个慢动作放针的操作 然后蛇变一段 第二段没有踢到 猴子开BC了 朝必杀代入 哦 肖春拳 随一点点血 肖春拳 稳住 哦 稳不住了 一会正向 一会逆向 这猴子是接近疯狂 现在看肖春拳的猴子 哎 肖春的猴子 起得起飞 咳机 咳机 冲 咳机 又起飞 冲 哎哟 跳入 小小又开始压住了 清拳 点他 猴子 咳机 BC 开 两只猴子飞来飞去 让人 应接不下 看谁的猴子更灵活 逃到 逃到就像超比沙上了 后面肖春拳 雪亮和他拉平了 基本上 就差最后一个机会了 基本 哎哟 被空中刺了一下 这就不好搞了 接着看下一局 第四个回合 看小小的克里斯 上一场变身大西克里斯 秀了个大蛇 还是蛮秀的 这一局看怎么样 感觉他们两个谁秀谁就输 到最后 猴子 哇 选风选风 中间秀手术的一个操作 带走小小 2比2 好 现在又来到了最后一场的终极之战 第五场 肖春拳能不能顺利翻盘 连杀三局 看这一局他怎么样 草体精气价射 克里斯 哇 也收拾超秀的角色了 小小用李梅手发 哦 七夹射开场就是重拳怼过去了 李梅切换模式了 刚才 可以看那个动作 就在他切换模式的时候 被搞了一发 后面七夹射 哎哟 七夹射也中一发 但是李梅的伤害不是很高 所以说七夹射不用慌 这小脚踢得很快 逃一下 七夹射防住 哎 七夹射跳地 又冲过来了 冲过来就给他一拳 带走 好的 我们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 我们来看小小的猴子出手 猴子 隔击 隔击 跳出飞翔角 压起身 后面七夹射又被隔击了 空中四连撞 脑 变身弹开 前金拳 哦 没有接起来 岩浆拳没有气 可惜了 现在七夹射防住 再 跑一下 我直怼岩浆拳 没有用 直怼的话 肯定怼不到 因为直怼的话 后腰很 哦 这一下还直怼 还是没有怼到 肖成全疯狂了 各种直怼 今天 现在看肖成全下一个 打射克里斯 肖成全最 第二个角色了 最后一个草地� 手底 是普通版草地� 哎 猴子挠挠挠 直接你的样子 超啥 哦 又一下 看来草地� 要出马了 这猴子掏招太快了吧 那就来看草地� 吧 当然这个不是梨草 不能一个贼了 他这个是普通草 猴子 咯唧咯唧 哎 猴子挠挠挠 直接你的样子 超啥 哦 又一下 看来草地� 要出马了 这猴子掏招太快了吧 那就来看草地� 吧 当然这个不是梨草 不能一个贼了 他这个是普通草 猴子咯唧咯唧 哎 刺刺刺 刺 猴子掏招太快了吧 那就来看草地� 吧 当然这个不是梨草 不能一个贼了 他这个是普通草 猴子咯唧咯唧 哎 刺刺刺 刺 草地� 前鞋中腿点BC 快速 但是好像猴 还是被点了 猴子试图抢招 没想到草地� 来这招 生龙硕铁 生龙硕铁 两段硕铁 生龙硕铁 连续烧它 好漂亮 生龙 好 生龙 带走 现在来到小小下一个角色 好的 我们来看小小的金家帆金馆掌 前鞋中腿点BC 荒腰独咬再起手 好 起司服该上天了 哇 板边又开始 这一下没有打全伤害 好 萧生权选到草地银以后就接近疯狂了 各种秀操作秀手术 金家帆呢 金家帆也是够秀 三段伤害 弹旋风腿 接入超杀疯狂角 哎 萧生权三分之地血量 金家帆再踩他一脚 来看萧生权稳住 前鞋中断 起手 哎哟 哦 轻拳两点 看金服隐藏 距离不够 距离不够的情况下 这样是点不到的 现在再点 再点还是点不到 光要独咬 挂到 挂到就是脸 挂到以后 塑铁取消 隐藏大招 哦 翻盘了 这个神城帅气 大家来报关注订阅 每天更新这段视频